這件事反而是令我的市民很疑惑 即是你不過來,你做什麼都可以 賺一塊錢就可以安然硬 在香港即是繼續趁世界 即是這件事是沒有硬度,真是奇怪 這真是很情疑惑的 不過可能最初大家都基於一個政治的考慮 何水不安靜水 即是我不想你有些 以前分屬英蒲時代做理解 可能分分中國溝通要透過英國外交部 跟葡萄牙外交部談 但現在都是同屬一個廣告辦之下 為何不可以呢 葡萄牙昌在加拿大 就這麼久都可以引導回國受審 那為何這些判決不可以引導過來奉刑呢 我想中央政府和兩個特區政府 真的要坐馬姐談談這件事才行 未至商業 有這麼大的發力漏洞的時候 以後很多這些地方離開了 是的,商業的爭執會是很大的問題 最近亦有些小道消息說 這次連串富豪爆出這個涉業違法的事件 那其實是否北京方面有見於港澳的情勢呢 好像跟我們當初預計的時候 真是很廉潔、很公正地去 有一個這樣的環境 是不是已經是偏離了這件事 而是被一些大財團、大商家操縱了整件事呢 是不是跟這件事有關係呢 那會不會藉著這件事來進行廉政風暴呢 當然最近來說也有這樣的消息傳出來了 甚至傳到唐糖樂馬 是不是中央港澳大財團 即是你現在的呼風喚雨 做甚麼都可以的時候有關呢 最近也有這些小道消息傳出來了 如果要令到特區政府未來的政治應修性 以及整個商業環境 在國際的眼光裡面是可信的 我想真的要好好地去搞清楚 那個廉政和法例的方面 特別是有關於民生的政策上 會不會澳門 譬如香港也談了很多年 就說反壟斷法律 澳門出不出了這樣的法律 因為發覺很多行業開始有壟斷的情況了 即是你發覺今次長晚禮物都開始 香港只有那幾間了 你不用選擇了 那其實都是不是要完戰相關法律 讓不要有這樣的財團壟斷 或者那種香港最流行的磁匯市 地產霸權的已經正在形成了呢 其實說回批地 我覺得其實現在政府的批地政策 真的有很多漏洞 很多灰色期待 譬如前一陣子 大家都知道石礦場的改變用途事件 有人可能預先知道的消息 就立刻在新發肥場推出之前 改變補少許地價 這樣就可以賺到大錢 其實這些事件累積了很久 令市民很不滿 政府真的要在批地政策裡面 真的要認真地去倒數 很大堆開的土地 整個二十多年都沒有用過 但那幅又是一個很疑惑的地段 搞得以為澳門政府是不是現在環保了 要故意搞一個人工濕地出來 但是原先那些白露青星的地方 現在又說沒有 買城市 發市市市 又說要整個交通教育資源中心 又要趕著離開 這件事真的 政府不知道還在做什麼 因為我們很疑惑 好了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託 拜託 會 ? 拜託 啊